而且我不是新買的 但它是一小小花痕都沒有 這個就是粉紅一點 因為它比較實色 所以它很容易塗得均勻 這兩支的玻璃感是很像的 因為它們兩支都是有一點點的 很小小小小小小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話說疫情三年終於可以脫下口罩了 我們終於可以化妝了 這幾年實在很少塗唇膏 更何況是容易脫下的唇彩 因為唇彩本身不是lip tin 是唇彩lip glass 它本身就是有一點點亮亮的 看起來很juicy 很blinkblink的感覺 不過的確唇彩是比較亮亮的 所以它會有一點好像漿著漿著 戴口罩塗唇彩的話 它不單止會脫下口罩 它還會反脫下你的臉上 即是你戴口罩戴口罩的話 你一剝開就可能成面都是唇彩 成面都亮亮亮亮的有些顏色 所以疫情期間我幾乎近乎是零 沒有塗過唇彩 如果有塗的話 可能是拍片的時候去塗的 所以現在終於不用帶口罩出家 我要報復式 我要塗唇彩 好呀 第一支要介紹就是來自HERWA的東西 就是我現在水上面這個顏色 JENNY做代研的JENNY顏色 它是462 不是那些很傳統plinkplink的顏色 是有些浴櫃奶茶色的 比較nude一點有帶點茶色 Exactly就是JENNY拍海報的使用色 我當然沒有塗得那麼好看 但是這個顏色本身就是非常白搭 而且它不會很長flow 有時如果你塗得太plink 或者太plink要卷 太pink或者太鮮紅色的唇彩 還要很亮的或者有閃粉的時候 你的眼睛是不能夠太濃艷的 不然就變成了70年代歌舞廳的小姐 除非你真的想發覺有年代這樣的妝 我自己塗唇彩 我還是會選一些低調nude色的 它算是半出色度 不是很實色的 你看到我這樣塗開它就會化開了 但又沒有去到完全沒有色的狀態 厚塗就會實色一點 你推得開一點的顏色就會淡一點 我很喜歡它這個掃頭 是很fit的塗下去 因為唇彩本身是需要比較花心機去塗勻 如果不然你就容易會有紋醇一塊塊的感覺 但是這個掃頭很好塗 是非常好塗勻的唇彩 是比較自然低調的 又會有那種很玻璃juicy性感的感覺 還有要稱讚的就是它的包裝 細細粒很可愛很激色 而且我不是新買的 但它是一小小花痕都沒有 感覺很高級 而它的售價大概是190-200多元左右 至於它的不脫色程度 今天介紹所有的唇彩 它們全部都是會脫色的 所以才說戴口罩的時候不可以塗它 喝一杯東西它會脫多少 是會脫掉在茶杯上的 但是就這樣喝一次就有點光亮了 就是沒有那麼光亮 但是喝到幾次或者吃一點東西 它應該是沒有了 接下來介紹給大家這兩瓶來自Hourglass 有兩個顏色想推介 分別有我嘴上的這個叫做Canvas 另外這個就是Pros 唇彩來說我覺得它算是挺實色的一支唇彩 這個就是Pros 粉紅一點點的 很明顯是比剛剛Hourglass的實色一點的 它的Juicy靚靚的感覺 跟剛才Hourglass一樣也是很靚 不會太over 就是不會像成雞腿一樣成嘴油的感覺 玻璃很sexy 晶瑩剔透 又剔透 晶瑩剔透的感覺 其實它叫唇蜜 真的很潤 不用塗潤唇膏也可以 這兩個顏色同樣都是很白搭 配到很多不同的眼妝 不會太搶敷 也有自己的位置 上班 吃飯 都適合塗 吃飯你們就自己斟著了 因為一吃就可以了 上班 可能出去見客 都適合塗的唇彩 因為它比較實色 所以它很容易塗得均勻 剛剛Hourglass也要少少心思去塗勻唇 你也知道加一層和兩層的顏色 我覺得分別不大 所以我通常都是薄薄地塗 一層就可以了 也可以遮蓋到我的墨 遮到六成 又不是遮蓋得曬 始終它是比較玻璃感的東西 沒有唇膏那麼厲害 而且其實剛才Hourglass那支 它有少少一個問題 但是 嘴角的位置 塗得久的話 它有少少滲在嘴角 但是這支在我身上 就沒有這個問題 即是你塗三個小時四個小時 你也不會覺得嘴角有些顏色滲出來很奇怪 變成大嘴 上嘴的感覺跟Hourglass一樣 也是非常舒服的 不會覺得很黏很厚或者張住張住 如果你不喝東西不吃東西的話 其實這支它也能維持四個小時 就在嘴上 Hourglass這支462比較成熟 這個我覺得年輕一點 想再可愛一點可以選擇這個粉紅色 感覺會再亂一點 好像小朋友BB那些嘴 而且其實它是出了極多顏色的 大家可以去它們門市看看 售價是270元 第三支是平價之選 Romane 這個是我疫情中途買回來的 那時候拍了一個最新韓國化妝品的影片 我就買了它回來 基本上拍完那條影片之後 就放在這裡 說可以不戴口罩之後 我第一支找出來用的唇彩就是它 令到我最近不斷塗唇彩也是因為它 很漂亮 但我這個塗法跟剛才那些有一點不同 剛才那兩支我都是整支滷在嘴上 這支是塗了唇膏打底的 Mac的Tooth of the Nis 它是一個非常純粹 珊瑚的乾燥玫瑰色 雖然今天是講唇彩 但我也要看一看 這支唇膏很漂亮 顏色很白搭 什麼時候 什麼情況都適合用的唇色 是新年版 其實它們差不多的顏色 一定有很多 要去店舖問問她的BA 有沒有這個顏色不同包裝 或者差不多的顏色介紹你 最近一兩年 都不兴興完全描繪著你嘴 畫個實的的唇膏 而是塗完之後可以用海綿 輕輕地放鬆旁邊 我現在也有一點點blend開了 因為我本身的唇是比較薄一點的 不是很性感的那些 打了一點底之後 我只在嘴唇中間的位置塗了一些 其實就是流行很多年的 花反唇妝變皺版 平時唇膏加唇膏 我就是唇膏加唇彩的 你們看看質感 沒有那麼豬油嘴 它是從來開始有點亮的感覺 如果你本身的唇真的太厚 塗很多唇彩 你都會覺得 整個豬潤嘴一樣 搞不定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本身這個03號色 其實也是先過剛剛介紹 HERRA和ARGLASS 和HERRA都是差不多 比較透 如果想出色一點 就可以塗厚一點 塗多一層 但它再塗厚一點 我純彩不喜歡塗太厚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完美 雖然它不是一模一樣 但這樣塗 你完全不覺得我塗了兩樣東西 WOMAN他們的包裝設計 真的不能說 整支都好像一枝啫喱 很漂亮 又是很高級的感覺 而且這個樽身的設計 是跟進入唇彩的顏色 所以你去到店鋪看到它的時候 它是一角裂陣的 看到它一枝枝啫喱的 不同漸變的紅色 凍著 就會瘋狂地刺激你購買肉 當然它也可以單塗 因為它的出色度其實也不差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有一點點難塗 剛才塗在手上 我自己擦開 其實它會有一點點染色 用眼唇卸妝才可以完全塗得乾淨 但因為它很便宜 100元又要找 看看在哪裡買 香港的代購 我上網看過 價錢也相差多遠 由56元至99元都有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看看哪一間會快一點 價錢又更合理 Chanel的雙頭唇彩 就算掉了 沒那麼亮 它也不會得到一塊塊的唇彩 它這邊是非常實色 一個納質的lip tune 另一邊是一個透明的唇彩 用的方法是先塗實色的lip tune 待會它就會乾了 然後就留在嘴唇上 不會掉 之後再塗這個非常juicy的玻璃感 它是透明的 所以顏色完全是來自於lip tune Chanel唇的質地基本上也是非常好 沒有張著嘴唇的感覺 也不會黏黏黏 原型這個包裝其實是舊版 新版它改了做方形 其實我喜歡舊版這個樣子多些 但可能這個包裝本身會Chanel 因為其他Chanel的唇膏都是方形的 不過其實三枝裡面我只喜歡這一枝 這兩枝的唇色 有一點就是我剛才說的太鮮艷了 尤其是這一枝 它是直接鮮紅色 平常正常已經很少塗這些色 還要加lip gloss實在太誇張了 要留意的地方就是這邊有顏色 這邊的lip tint真的會很乾的 所以塗的時候就不會等太久了 快手將它塗勻 等它乾了之後就可以塗lip gloss 就不會塗到你這邊透明的唇彩有顏色 但這枝lip gloss我覺得它的idea 以及它真的能做到的事情 真的脫掉的時候也只是脫掉表面那些 對 只是脫掉 你看看 沒顏色的 它真的脫掉那股透明唇彩的 顏色可以乖乖地留在那裡 當然啦 這些不脫色的東西 也是需要用眼唇卸妝的 你要補的時候呢 只要補這個透明的神彩就可以了 再加上它是chanel 所以它是今天最貴的一枝 360元 所以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買得比較貴 360元 網友說了這個不是它的缺點 是我的缺點啊 夠了 真是不會演戲 ok next 真的寶物沉貴 但這兩枝真的超級漂亮 兩枝裡面其實你二選一就可以了 因為它們是差不多的東西 很近很近 當然你可以兩枝買光了 透明少少顏色 有些閃粉的lip gloss 這個我還沒塗上嘴上 剛才去了用眼唇卸妝 卸走了剛才chanel的 因為不用不行 我原本的嘴角色真的很酸 而且我的粒粒越來越大 真可憐 現在整個嘴都是餵食物 血色一般 但有個好處就是 我塗什麼唇色 都可以接近它的原色 疫情期間 有很多唇膏都封了 開都還沒開 很想清淨家裡的唇膏 不想那麼快又買那支新 但看完這條片 又很想塗lip gloss 然後家裡的lip gloss 放了太久了 不敢拿出來用 okok我明白大家的需要 所以就介紹這兩支 它們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用回家裡 平時用的唇膏 我今天就選了這支 又是其中一支我最近 非常喜歡的唇膏 它就是Kyos令義磨砂面 一個珠紅色 不是 豆沙紅色 這個唇膏我都很喜歡 它用來塗那些化開嘴唇很貴美 我現在先塗上嘴上 我不會塗得太實色 我不想它圈奔奪 我今天講純彩 輕輕印上去就算了 它本身的顏色是可以實兩倍的 不過今天它不是主角 塗完這兩支 不知道大家看不得出 我是劏開了左右兩邊 我的右邊是Nars的Orgasm 其實它有少少顏色的 如果紫水頭 其實會看到這一邊是鮮粉色 有少少少的 這邊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透明 它真的完全透明 它的色號就是Refresh Rose 挖在手上給大家看 反而它好像有點蝦肉色 但其實也是透明的 Nars這支 你會看到它有很淡很淡的粉紅色 所以不說的 其實看不出我兩邊的嘴唇 塗了不同的唇彩 但是仔細一點 其實這邊是鮮色一點點的 這兩支的玻璃感是很相似的 因為它們兩支 都是有一點點的 很小粒很小粒的閃粉在裡面 你真的就這樣看也看不到 你是要聚精會神的 才看到那些很小粒很小粒很小粒 我其實是在懷疑是不是真的有 但我真的看到 一些很小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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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小粒的閃粉在裡面 是不太覺得的 但是那些閃粉就是做到那種 好像鑽石一樣 周圍射的光澤感 這兩支出來的Juicy的玻璃感 跟剛才那些又不是很相似的 它有些油焦的感覺 少許薄薄的感覺 然後Nars這支的閃粉就會更明顯 它跟胭脂一樣 都是有些金色的閃粉 但放心 塗了上嘴你不會變成十八桶人 其實那些金色的閃粉不覺得的 正所謂細節在魔鬼類 裡面那些很微實的閃粉 就是令到這兩支Lip Gloss 好像很有高級的感覺 自選一就看你們喜歡哪支更多 價錢呢 真的只可以選一支的 其實我是喜歡Charlotte這支更多 因為我覺得它的包裝更漂亮 還有它的外型 都是給我帶出外面更方便 不過我也是 Charlotte這支的頭不是太好用 我覺得 這個生命頭其實 我不知道它是給我什麼的 其實真的挺不好塗的 可能我不懂東西 不知道 Nars這支的頭就是這樣 中規中矩沒什麼特別 正常狀態 走音 最好最好塗的頭就是HERRA這支 其實全部六支都不黏的 這兩支尤其是舒服 時間來到這裏差不多了 你看到我的頭 直曬了 真的很潮濕 多謝你看到這裏 看到最後 剛剛介紹幾支唇彩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燒到你呢 又或者你最喜歡哪支 又或者你家中用什麼唇膏唇彩 都很喜歡 想燒一下大家的話 非常之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燒一下我 我自己最近都很想買唇彩 但我發現各大品牌 好像沒什麼點出唇彩 還有接下來我會繼續拍多些 不同的Top5 如果你們有什麼主題想先看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越多人留言告訴我 想看 我就會先拍了主題 所以千萬不要論識你的留言 每一個都很重要 每一個我都會看的 最後最後 記得看完片 按一下下面的手指弓 這個是一個善舉 夜行一善即善即得 施主 好 約定你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這幾天真的超潮濕 我在十分鐘之前才夾好頭 現在我一上鏡看到它已經開始塌了 這支唇彩的 刷那個筆 你叫什麼 唇彩頭 即是它的掃頭 很好啊 這個顏色漂亮 我剛剛坐下起床開機 又坐下起床開機 不懂得拆 要自戀 好漂亮啊 謝謝